每一箱都要开 插线人员突袭进口货柜 纸箱上写的都是白萝卜 拆箱暗藏蒜头 另外这一箱美工刀割开 有箱中箱 同样也不是申报的白萝卜 而是来自大陆的香菇丝 看是香菇来香菇丝整个打开来 在高雄港被查获的走私货柜 以白萝卜名义申报 只有前面几箱名符其实 中后排都是香中箱 加强劣值的大陆蒜头 一万三千八百公斤 还有香菇丝四千四百公斤 出估市值九百万 主贤共犯共四个人被逮 为了闯关 甚至事前就准备了一纸外箱 颜色贵号 都跟涉案货柜相同 装载白萝卜的货柜是基调包 还是没逃过警方的法眼 疑似看准中秋过后 台湾蒜头跟香菇需求量大增 才铤而走险 我们都拼大片 传统市场专卖蒜头的摊位 老板娘说产量来自云林 每年二三月才是盛产季 所以现在价格贵了一些 才有大陆或冲刺 没有蒜头的味道 你拍下去就给它闻闻看 它没有蒜味 蒜头在中秋过后 有价值得好吗 不是价值得好 是盘的比较多 台湾比较败 台湾比较败 来自埔里的菜头产量已经不多 要等12月南部产的接棒 产量不足 生鲜超市内就有卖大陆进口白萝卜 而台湾的一斤50到55元 口感较扎实 大陆的较松散 香气也叫台湾逊色 至于两地蒜头 大陆约120 台湾一斤200起 贵的有道理 比大陆的还要呛还要香 但因为大陆的便宜 加上云林蒜头 已经过了产季半年以上 过了11月市场上 充斥更多的大陆蒜头 喜欢吃本产蒜头的民众 挑选可得注意 TVBS新闻 方志成黄小琪 高雄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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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